我是黄青龙 今天要跟你谈的题目是 美国不玩TPP 大陆能否扛大旗 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上任之后 立即签署了行政命令 宣布美国退出TPP 那么正当全世界都在关注TPP 要怎么走下去的时候 上个礼拜五 大陆外交部证实 将积极研究参与在智力召开的 TPP成员国的会议 这个会议就将在明天举行1年2天 那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参与到TPP的一个会议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正式加入TPP 以及如果加入的话 将来是不是会取代美国 在TPP扮演领导的角色 正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那么在全球的经济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领导 出现空窗的时候 那么各国希望中国出面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而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 他也从来没有说他不参加 他并不排斥TPP 因此做出这个参与TPP会议的一个决定 应该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然而这个是不是代表中国就真的会加入TPP 这个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TPP有他自己的标准 大陆必须评估 如果加入TPP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所以他也不会贸然的去参与到里头 那么这一次在智利的这个TPP的会议上 有几种可能的方案会出现 其中包括呢 将要依照现有已经存在的这个贸易协定 比如说由中国大陆所主导的RCEP 或者是由拉美四国所形成的 太平洋联盟的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协定 来作为基础来进行研商 那么目前澳大利亚 纽西兰跟加拿大是比较倾向 根据太平洋联盟 作为一个进一步谈判的一个基础 而其他八个国家则比较支持这个RCEP 那么另外呢与会的成员国也很可能会针对 中国入会提出跟中国的一个贸易谈判 以及研究适应中国入会所需要制定新的一个标准 我想这是一个TPP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做简单的一个推论 大陆如果最终有加入到TPP的话 那将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TPP制定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适应中国大陆的国情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按照现在的比较高的标准 那中国大陆还是会加入 而中国大陆加入的目的是要来倒逼改革 就像当年他加入WTO 就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前者的话 那么TPP将会成为一个普通标准的经贸的一个组合 日本恐怕也是不会同意 但如果是后者的话 将对大陆的整个经济的结构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震痛 这个结果就比较难说了 那另外呢我们还得考虑到美国的影响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明 将要针对美国的贸易呢 要这个积极的捍卫美国的国家主权 所以将来美国很可能的做法就是 一方面他要适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则 来让美国的货品开拓国际市场 那另一方面呢 当他如果发现有其他的国家 被他认为是这个针对出口这个企业 进行不公正的一个贸易的补贴 那么美国呢 将会告上这个世贸的一个仲裁 告上世贸要求仲裁 而一旦世贸组织的仲裁结果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或者说不是美国所要的一个答案的话 那么美国将会对世贸仲裁不予理会 那么就直接根据美国自己的贸易法规 来惩罚他所提告的对象 这里面当然非常有可能就是中国大陆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那么现在大陆呢 因为整个的经济的情况啊 是应该说是处在一个低谷的一个状态 那么大陆的这个股市啊 暴起暴落 这个金融乱象重生 那么资金外流又非常的严重 那么整个经济增长已经放缓 而环境品质恶化 再加上中国大陆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贸易的体 的这个经营的 企业经营体质啊 有它特殊之处啊 所以大陆如果加入TPP 它的经济要怎么样来跟TPP接轨 这就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 当上个礼拜啊 有记者问到大陆的新的商务部长中山 问到说中国大陆会不会加入TPP 以及大陆一旦加入之后 将来是不是要取代美国 来在TPP里面扮演这个领导的角色 那么中山部长 他的就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啊 他只是强调说 中美之间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 合作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近期以来中美之间 针对贸易可能的摩擦跟冲突 有非常多的这个私下的磋商 两国领导人 也非常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 正式的会面 那么这个到时候会不会达成一个 双方有关贸易的一个大的交易案 这个也是受到瞩目的 我想从以上的这几点来看的话 所谓大陆加入TPP来取代美国 成为领导角色 到目前为止 其实它就只是一个话题而已 因为毕竟大陆才刚刚启动 要加入 而通常这一类的贸易的谈判 要花很多年很多年的时间 而中国大陆目前应该说 还不具备按照现在的标准 来参加TPP的条件 我是黄金龙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